还记得这只掉了挺多腿的 雕刻厚豪瓷蟹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Frank 这只瓷蟹在一个月前刚来我的家 刚打开袋子的我都震惊了 这什么情况 腿断了这么多一地的腿 你看这只黄豆大小的雕刻厚豪瓷蟹还挺凶 我摸它的时候它还准备夹我 我终于知道你的腿和钳子是怎么掉的了 只能再单开一个隔离壳给你养起来了 这样等到下一次退壳 你又可以把所有的腿整出来 这个小家伙和仙仙墙不一样 它是吃浮游生物的 把它放在生态缸里都不需要喂 它就能吃饱 你看它这个口汁跟刷子一样 能拦截水中的浮游生物 然后送入嘴里 当我今天再次查看它的时候 发现它断织出的肉芽已经长得非常大 而它估计就在这几天内会完成退壳 突然间我发现这只小的雕蟹 已经悄然的改变了自己的体色 它刚来的时候是咖啡色的 而现在它已经变成蓝色的了 要不是它背上这个洞 我都差点认不出它来了 接下去是否能涅槃重生 只能全部靠它自己了 这个小家伙我其实还挺担心的 因为它背上有一个挺大的洞 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它退壳 两边的肉芽你看全部都长好了 就等着退壳了 你看它这个被光照了以后 想跑又跑不掉的感觉 是不是很可爱呢 希望这个小家伙也能和仙仙墙一样 涅槃重生吧 持续观察 我是Frank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